副院长声称,今年已完成100例肺移植,却遭网友质疑哪来的肺。副院长不得已进行了两次回应,他是怎么说的呢,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事情的起因是,无锡某副院长完成一例双肺移植手术,成功挽救离威65岁老者,他发布动态称,这是2024年治二医院第一百例肺移植手术。 此言一出,网友原地炸锅,纷纷质疑着一百个飞的来源,甚至于有人科普称,眼角模式唯一能在去世后利用,其他的必须在活着摘除。 当副院长看到这些质疑后,回复称是有人在诋毁脑死亡爱心捐献,然而此举并未平息舆论。 于是副院长再次发文回应,称,2023年国内有6454例心脑死亡捐献,但成功移植的仅959例,剩余的大部分被弃用。 他呼吁大家举报违法行为,但对故意造谣重伤者将依法追究。 同时,他还分享了2024年5月1日正式执行的捐献和移植条例,强调有法可依。 相对来说,网友们的质疑也并非没有缘由,而这样的质疑也很好解决,那就是公开透明。 这样就能得知人家是否自怨,而并非是遭到迫害。 不知屏幕前的各位赞同这样的观点吗?